哈喽大家好 今天这节课我们来讲解一下我们的摄像头 如果出现就是拍照有黑斑水印 我们怎么来进行一个清洁维修 好 我们首先所需要用到的是一个夹压平台 我们把这个温度调到80到100度左右 80到100度左右 我们先把这个温度开端给它打开 长按 等待温度上来 好 我们找到相对应型号的这个卡位 把它放在上面 等待加热 温度上来之后大概加热一分钟左右 然后温度的话我们要灵活的来应用 包括这个时间 是吧 你温度高 你可能就加30秒就已经够了 是吧 所以的话我们要灵活一点了 这个温度的话不要太磁板了 不要太磁板了 好 现在机器已经温度已经达到90度了 我们稍微给它加热一下 好 我们清洁的话都把这个由随用的项头单独拆出来清洁 或者是整个 像他原本单拆小板出来清洁 也可以和我们讲怎么单独拆小板出来清洁 这节课我们讲的就是把项头单独分离出来 然后进行个清洁 好 我们用4号刀片 卡在两个项头之间 OK 温度不够 我们可以给它加一点了 加到100多 在两个项头之间来进行 来回的翘哦 这样的翘 然后我们这里有一个细节就是我们的翘刀 不要放得太进去哦 就轻轻的卡在上面 然后轻轻的翘一下 就很轻松的能把这个像头给它单独的分离 就是拆下来 这样子就单独把一个像头给它拆下来了 好 要拆下来之后上面像头里面的胶是不用去处理的 不用去处理 好 如果温度高的话 我们可以搞一个那个隔夜垫子啊 就是辅助一下 压住 然后来来拿像头 好 拆出来之后 我们要把这个像头的一些 胶要给它先处理一下 我们用4号刀片 平推着过去就可以了 好 然后我们 也是一样的一片是把这个像头周边的这里啊 它也是有一点点胶粘住的 我们轻轻的擦一下就可以了啊 轻轻的给它擦一下 然后我们擦的时候呢 它这里是连接的 我们就一般把这里轻轻擦一下就可以了啊 两边啊 三面都是一样操作 好 然后我们把它放到我们的这个 电子上面啊 硅胶电子上面 也可以根据各型号啊 或者是我 如果单独拆下来之后 你就看哪个位置适合就可以随意放啊 可以随意放 ok 然后我们用到一个薄片 ok 然后我们用到一个薄片 一个超薄的一个薄片 用风枪120 把这个 像头的后盖子 给它拆下来 拆的时候 然后我们 薄片轻要擦过去啊 来回的滑动啊 尽量就不要铁盖子给它搞到变形 还有就是我们一定要注意啊 不要向里面去向里面擦的话 下面就是肠杆器啊 海鲜下面是肠杆器 把肠杆器搓坏了 那像头也就坏就废了啊 就废了 ok 我们然后用到夹具 好 还有就拆完之后 我们先把 上面的黑胶也要给它先处理一下 处理的方法也是一样 用这个4号刀片 好 给他铁铁盖一下 然后在这里 4个引脚这里呢 我们也要需要把上面的 先挑干净 以后我们焊接的时候才能 才能给这个4个引脚给它上膝加温 把四个眼角调出来 这边也是一样 一样操作 好 然后我们找一个 这个盖子 就是保护像头的这个盖子 我们看到这里 它这里是有一个 就是基板 和这个铁皮盖子 它是有一个连接的一个焊点 我们用四号刀片 你可以随时的放着来也行 拿着也行 然后轻轻的先把这里给它 给它挑开 把这个位置给它挑开之后 方便以后我们拆马达 这个示范的一个像头 应该里面是爆了 只是一个示范 好OK 我们需要用到的是一个 接下来我们用夹具 把这个像头给它固定住 给它固定 是吧 然后我们去扭这个夹具 我们也不要说 非常猛 不停的就是 使劲的去扭 这样子把那个传感器 给它 加爆了 所以这些细节都是要注意好的 好OK 以后我们的烙铁温度 大概是在3-330之间 首先我们先给这 四个焊角 打上焊锡 打上焊锡 等待烙铁温度 等待烙铁温度上来之后 我们把烙铁 平放在这四个银角上面 就是均匀的给这个四个焊角进行加烙 然后我们的刀片是卡在这个 基板和这个黑色的马达的这个胶之间 等待这个焊锡融化 融化之后 我们的刀片来回来回 轻轻的向外面 向外面掰 这个动作是这样子 第一次卡在这个基板和这个胶之间 烙铁是放在上面 因为我们的这个烙铁头是定制的 就刚刚好它是能同时给烙铁脚加热的 就不用来回的这样子去拖 如果你使用其他烙铁头 你看就是要来回这样子 给它持续加热 来回的拖就行 好 然后我们的刀片 轻轻的就向这样子旋转 向外面这样子旋转 然后我们的烙铁辅助 向外面轻轻的这样子 给它加热 轻轻的向外面这样子去进行一个 就向外面掰 这样的话就很轻松 能把这个 摄像头的一个基板和马达给它分离 好 然后另外这四个焊点的话 我们就不用去再进行焊接了 我们就直接这样子轻轻的把它掰开来就可以了 这样子就轻轻的把它掰开来就可以了 就是非常的一个轻松 我们折一下 是吧 就把这个马达和基板它分离出来了 分离出来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水焰和黑斑是哪些导致的 我们从这里能看到上面是有布满了很多 很多灰尘 我们切换到显微镜下面来 来观察 这里能看得到的这些灰尘 就是我们照相的时候能看到的 这些灰斑 这个的话已经布满灰尘了 我们可以用一个软的一个毛刷子啊 配合着清洁清洁液 把它先刷一下啊 把整个基板上面的灰尘都给它刷一下 把周边的就是电容变阻之间缝隙之间的这些灰尘 我们都给它清理一下清理干净 好 大概是清洁到这样子哦 我们还要先进行一个 把用刷子刷完之后 我们用这个666清洁液啊 666清洁液 配合 无尘布 压在这滤光片上面 然后顺一个方向 轻轻的去抹 轻轻的这样子一刷一抹过来 这样子就把这个滤光片上面的灰尘 给它清洁干净啊 一点灰尘都不要留啊 一点灰尘都不要留 好 然后滤光片的灰尘清洁完之后 我们来看这个蓝光柱子上面的灰尘 比如说我们现在能看到这个项头上面蓝光柱子上面 其实也是有很多灰尘的啊 也是有很多灰尘 所以我们也要进行一个清洁啊 如果 绿光片上面的灰尘清洁干净之后 那柱子上面有灰尘 那抬照一样也肯定是有水印的啊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用到的除纯胶 把我们这个除纯贴啊 然后用这个 我们这个除纯贴 用牙的是我们的棉签啊 都是可以的啊 都是可以的 看到没 这样子给它 给它卷一下啊 把这个除纯贴 剪到我们的这个牙签和棉签上面来 然后把蓝光柱子上面的这些灰尘 用粘的方式来把它清理一下 把它清洁干净 当我们熟练之后 我们可以直接用 用无尘布来进行擦拭也是可以的哦 但是新手的话 我建议还是用这个蘸的方式来来进行 第一的话 我们把这个蓝光柱子给它挂花了啊 有一些灰尘 它是藏在这些边边角角 我们用这个方式的话 会清理的比较干净一点 好 OK 把上面的所有灰尘都已经清洁干净 再次切一下是吧 便清洁干净了 好 这就可以进行一个安装 安装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的一些东西就是 这马达上面的这些胶要给它清除干净 看到没 这些胶全部马达上面的全部要给它清洁干净 好 我们用4A刀片 用新的一个4A刀片 把这些马达上面的胶给它清理掉 调掉 看一下 好 这些胶如果不清理干净的话 到时候张回去就可能会出现一个对焦不正常 或者是一个抖动的一个情况啊 所以这些细节的话必须要处理好啊 这些胶 我们异常操作的话 我们可以先把这些胶先处理好 然后再去进行一个清洁灰尘啊 就避免你在啊 就是除胶的时候又有灰尘掉到那个 那个 栏光柱子上面了啊 好 然后在这4个银角 我们也可以给它稍微调整一下 把这上面的胶也给它除一下 这样子的话 以后我们焊接的更加方便一点了 而且这些胶都给它处理一下 这边也是一样啊 好 看到没是不是 刚才在除掉的时候我们又有一些灰尘掉到那个栏光柱子上面 所以我们下次最好就是异常操作 我们就先把这些 所有的东西先给它 清理好之后 我们最后再来清理这个栏光柱子 清洁完之后 我们就直接对这个 就是马达进行一个贴合啊 这样子的话就避免说 有这些灰尘的一个现象 好然后我们把马达上面的胶和灰尘处理完之后我们 来讲一下这个基板的胶我们怎么来处理啊 好我们首先的话可以用烙铁 用锡浆 加浆 给这 八个银角 先稍微给它处理一下 就是把上面的焊锡 稍微拖一下啊 这里有两个作用 第一是把这上面的焊锡给它 拖 就是 处理一下 让它没有那么多的一个焊锡 那就是再给这个基板进行一个加热 如果我们给它加热一下你这些胶会比较 比较轻松一点 好我们给它稍微 去除一点点那个焊锡就可以了 这一边也是 我们加点焊油 好 然后我们这里除标的就焊锡的作用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们 安装马达的时候 不会说 导致这个马达安装不平整 特别是新手啊 这里 最好就是按照这个步骤来做 哈 当我们熟练了之后 去这里除不除这些焊锡都没问题哦 但是新手的话 把控不好 啊 把控不好 把这个焦 焊锡给它 先稍微处理一下 处理完之后 我们还是用到4A刀片了 这里除焦的话 我们要把这个上面的焦啊 就是凸出来的焦 这里上面是有两层焦的相当于是 这些平的这些焦我们不用去处理啊 我们把铺出来的这些焦给他处理一下就可以了啊 我们不要把 全部焦都给他处理完处理完之后对焦又会出现不正常的啊 所以这个细节也是一定要注意 我们把这些焦都给他 给他处理一下 好在产这些焦的时候我们要不要把 周边的这些 电容电阻 或者是 供电管 慕斯管这些 给他碰到了 这些 IC不要给他 碰坏了 好我们把这些凸出来的 多余的这些焦 给他产平是吧这些焦如果不产平也会导致我们马达安装的时候 那个高度变了哦就是马达和 小板之间的间隙 产生了一个变化又会导致一个对焦不正常的一个现象出来 好ok以后这里的话我们来讲一下这个 刀 怎样子会比较稳了我们把手放在台面上 然后 这样子的话 这个刀使用起来会比较稳一点了比较稳一点我们不要悬空了不要悬空 ok这样子的话就已经把这个 小板上面的这些焦都处理好了 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 安装 就是把这个马达给他贴合上去啊换结上去 好 焦接之前我们肯定是要先把这个 片上面的灰尘 一定要清洁 如果有这些焦油我们直接可以用洗板水或者是用那种 无水酒精啊都是可以进进行一个清洁的啊 然后用咱们的666清洁液也是可以的啊 一般我们就是直接用清洁 666来进行一个 清洁啊 确保是把上面所有的灰尘都 清洁干净了 好 接下来的话我们就要进行一个贴合 好贴合的话我们是有两种方式啊 一种我们是用夹具 的方法来进行一个贴合 第二种我们就是用手工 我们用手工是怎样子我们把找一个这个 摄像头的一个保护盖子 把这个马达 放在上面 好找一个垫子 就是这种高温垫了 我们裁剪适合的一个尺寸就可以了 这样子拿 以后我们找到二维码的一个位置啊 这个二维码的位置是向着这个排线位置啊 排线位置 我们可以这样子 捏住 这里要调整好 捏住之后我们来进行一个 一个焊接 好接下来的话我们还是在显微镜下面用夹具的方法来再和大家来讲一次 OK我们首先拿到夹具 把这个马达给他 卡在这个夹具上面 好卡在吗那个夹具上面啊我们切换到显微镜下面来 好我们拿 拿到这个鸡板 这个位置要对好啊这个位置如果没有对好的话那就 会出现拍照 可能会有一些光圈出来 或者是抖动 的这个情况出现 然后我们也是一样用高温焦 平压在这个像头上面了平压的像头上面 好以后打上 打上焊锡 给温度300到300 来进行一个 焊接 好 确保每一个银角都是有 有焊接牢固的啊 不要出现一个虚焊情况 出现虚焊的话又会出现一个不对焦 不对焦或者是抖动的一个现象出现了 OK 好换接好之后我们把 上面的焊锡给他清洁干净 好我们用这个 洗板水 来进行一个清洁 这里有个 小技巧 小细节 就是我们 这些焊锡不要让他凸出来 很多 如果凸出来很多呢我们如果安装的时候 就是在安装铁皮盖的时候我们要一下要给他进行一个绝缘 如果这个焊锡他是平整的就 没所谓啊就没所谓直接进行一个铁皮的一个安装就可以了 这四个角焊接好之后把这另外四个角也进行一个焊 这四个小焊接的方法也是一样了我们用一个高温垫 在背面压住这个 小板啊然后向你稍微 用一点点力哦也不用力的稍微用一点点力 是吧然后你看我们现在这样子对上去的整个马达 啊他是 刚刚好的位置刚刚好的 啊我们的左右上下一定要对好 还是要上 上汉C 大部分 上汉C 第一次 咱们 要上汉C 这是 我们下刨的 ok 这样子就把每一个焊脚给它焊接牢固了 还是一样啊 把它清洁干净 ok 这样子的话是把这个水印啊清洁干净是吧 然后把这个马达给它安装回去 所以就已经把这个水印的故障给它解决了 我们来讲一下怎么来安装 好 我们安装的话 把这个铁皮盖子是吧 刚才我们是有这样子翘嘛 啊 可能这个铁皮盖子有稍微有点点变形 我们四号刀片了 把这个铁盖子稍微向里面掰一下 向里面掰一下位置 调整回来啊 装回来就更加 装出来更加完美一点 好 这里我们再来讲一下 在这个四个焊点这里啊 因为这个铁皮盖子它原本 上面呢 其实是有一层结缘器的哦 但是有一些呢 在我们拆的时候 可能会把这个结缘层给它搞掉了啊 啊 再加上如果说你这个焊的不够平 凸出来 那我们直接这样子安装上去就可能会导致里面的四个焊点 就是短路了 就是导电了 对不对 然后又导致会发热 哎 或者是不对焦的一个情况 啊 如果说 焊锡焊的不够漂亮啊 或者是凸出来太多 我们就可以取一点点这个高温焦 啊 这个高温焦来进行一个 绝缘 或者是打上我们的一个 蓝光柱的这个固化焦啊 来进行一个绝缘也是可以的啊 啊 我们最好就在焊接的时候就把这个问题给它避免掉啊 就把这个问题给它避免掉啊 就不用去再做这些动作了啊 啊 用这个固化固化啊 给它起到一个结缘作用也是可以的啊 好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要进行一个 铁盖子的一个安装 铁盖子安装的 我们只要在上面滴一点点这个 铁皮的水啊 铁皮胶 这个胶水的话 我们不用打得太多啊 一点点就可以了啊 一点点的话就可以进行一个 一个 就是沾得非常牢固了啊 然后我们把这个像头 修好的像头给它安 轻点的按在上面 按在上面 按在上面 我们可以用风枪 杀 加热一下 令到这个 胶水啊 给它固定 固化好 啊 这个时候我们的一个 像头洗水印就完成了哦 以后我们来把它安装回这个铁皮上面啊 就是两个像头 我们还是一样啊 先把这个 铁盖给它加热 啊 我们用风枪也是一样可以这样子操作的啊 120度给它加热就可以了啊 我们直接在加热平台上面操作也是可以的 这些胶稍微 热 一加热它就会比较软了 软化之后我们就把这个像头可以给它 放回去啊 上面哦 然后放的时候我们也是要有一个 放的一个角度的一个技巧啊 有时候我们可能 平放放不了嘛 放不进去是不是 我们可以先放一边 好 现在到底是哪一边呢 就根据每个像头的实际情况灵活的来来选择 然后把它放上去啊 放上去之后我们找一个一个垫子啊 这个垫子要平 然后我们轻轻的 它压一下 平压 这样子的话就 把这个像头给它安装上去了啊 给它安装上去 是吧 好 为什么我们不要去除像头上面的胶啊 如果你把 原本像头上面的胶给它处理了之后 那就会导致那个影像 拍照的时候没有延伸感 就是因为我们的像头两个像头之间的水平 不在同族上面啊 所以就会导致照没有影像啊 影像 就是没有那个延伸感 啊 我们就尽量就把这些 一步把它做到位啊 把细节注意好 好 装好之后 我们要进行一个 固定啊 一般原原厂的这些胶没有去把 就是 除掉呢 原本它都是卡得很稳的了啊 然后我们也可以用我们的这个 固化胶 打在这个缝隙上面了 打在这个缝隙里面啊 边边都给他打一下 边边都给他打一下之后我们来 拿一个紫外线 给他固化 好 这样子就完成了啊 好 然后这节课的 水印清洁 就到这里啊 下节课 和大家来讲解一下我们不拆马达 啊 就不单独拆项头出来怎么来进行一个水印清洁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